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老师这个是阿妹在按的 老师看一下 这个阿妹的舒缓是有问题的 它第一个停顿时间太久 然后也是只有推出去 没有来回 所以我们的舒缓应该 在上下背部是应该 按推同时进行的 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它这样已经又有停顿 然后又只有出去 没有来回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 这个是Phoebe做的 老师看一下 好 这个跟阿妹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没有停顿那么久 但是好像做法差不多就是 他们都只有出去没有来回 也手好像都有提起来 是不需要这样 它只要按固定之后 就手就一直没有起来 手只是来回均匀的按推 好 下一个这个是永泉吧 永泉在按 好 永泉的按法 跟Phoebe两个一起同工之妙 那两个是一样的 错都错的蛮类似的 所以就不再做评论 好 那再来这个是 好 沙利按的 也是一样 就是后来这三位都差不多 就是只有出去 但没有来的力量 但是他要贴紧之后是有去有来 这样才算数 所以三个都有小小的问题 老师是按一个给他们看一下 好 好 那我示范一个给他们看 好 这个问题就是 跟西青他们的问题一样 他们一直以为 老师说要垂直下压 好像大家有一定分摇 好 好不好 那个其实是讲臀部 对对对 那所以大家在看 上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好 你们看我的手 手臂 我有没有垂直 没有 我顶多就是一个 这样 这样就可以下去 所以他这里还是斜斜的 然后你手 身体往下沉 就可以把整个工具带下去了 那带下去之后 你来回均匀 然后带下去之后来回均匀 这样力量就变得很深沉 这样也不会有压迫感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好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的手 不是垂直的 如果垂直是这样 那这样很难做 就等于你自己加持自己 你很难推动 所以这个垂直之说是错误的 好 那什么时候舒缓是用垂直 大家再来看 我们来看看臀部 臀部原始点的一些输往方法 因为它是V字型 所以你用顽骨这里 一定要拿斜斜的 好 那大家注意 看我这时候的手臂 诶 这时候就垂直了 我这样垂直下去 然后再放松 垂直下去才放松 垂直 这里垂直下去才放松 好 好 大家再看一下 好 所以两个的手臂 其实一个是垂直 一个是斜斜的 也就是上下背部 它的手是斜斜的 不是这样垂直的下去 它是这样 有一个斜度 然后顶进去之后 也就是用身体顶进去之后 来回 来回 手是没有离开的 对 手不能离开 然后一定都是贴住的 尤其掌心是根本不离开那个 你一定要按才能推嘛 所以这里掌根是不可能离开的 好 那到了臀部原始点 大家再注意我的手的变化 诶 这时候我身体就再往前 然后这时候就变垂直了 我直接进去 这样垂直的进去 然后手也不离开 尤其掌根更不能离开肉 然后手指头也是紧贴着肉 这样才能做得出来 所以老师是有点垂直下去 垂直下去 并没有往外拨 没有 我只是 因为它是90度嘛 你也不可能往外拨 因为90度就下去了嘛 那这样怎么拨 拨不动的 90度是拨不动的 所以它只有下去 然后放松 放松 下去 放松 这样 然后循环的这样做 下去的时候 有些从外表看 好像我有推出去 事实上是被肉跟骨头滑出去 不是我故意往外推的 我只是垂直下去 这样 好 这样垂直下去 好 就好了 很好了 就好了 这边编手 这么快 再点开 毫尽 不够 这么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